2008年1月,辽宁省迎来了一场大雪,铺天盖地的雪花一夜之间让城市披上了银庄素果,天寒地冻之下,夜间的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20多度,而位于盘锦市盘山县的一处荒郊野岭中,一名身着破烂衣装的男子正一瘸一拐地踏在雪地上,他就像无头苍蝇一般趁着夜色到处乱窜,没有人知道他是谁,究竟要到哪去。 几天之后,一位路人在高速公路桥下发现了一具尸首,惊恐至于他连忙报了警,然而当警方到达现场后,除了满地的杂草,并没有看见任何痕迹。 难道是有人报了假警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经过仔细地排查寻找,侦察员在附近的一处灌木丛内发现了一名衣衫蓝绿的流浪汉,或许是察觉到有人过来,男人从地上起身望去,嘴里不住地念叨着,腿腿麻,饿,好饿。 侦察员见状急忙将他扶起,确认全身暂无大碍后,他决定将男子送往当地的救助站,我不去,我就要待在这里。 流浪汉极力拒绝着,面对陌生人的好意,他显得格外谨慎。 待在这里会冻死的。 侦察员不顾他的反对,和同伴一起将他拽上了警车,此时一名办案经验丰富的老警员,在流浪汉惊恐的眼神中捕捉到一丝一样, 他隐隐觉得这个流浪汉似乎并不简单,经过一路奔波,他们来到了盘锦市救助管理站,站长江秀晨揉着朦胧的眼睛,早已在此等候多时, 他们需要在第一时间检查这名流浪汉的身体健康,他的脚已经冻坏了,袜子都跟肉粘在一起了。 工作人员见此状况难免有些同情,不过好在男子的身体暂无大碍。 只是令他们感到疑惑的是,当医生为他处理脚上的伤口时,男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痛苦的感觉, 甚至用酒精擦拭时,也只是微微皱眉,站长江秀晨在一旁看着,觉得十分奇怪, 这个男人对疼痛的忍耐力有些超乎常忍,而这名流浪汉身上的穿着, 让江秀晨更为不解,救助人员为流浪汉清洁身体时,发现他的一件衣服上印有监狱二字, 为什么他会穿这种衣服,回想起当时男子极力反对接受救助, 以及在路上时的种种表现,侦察员觉得这个人的身份可能不一般。 难道是越狱跑出来的,或者是有过犯罪前科, 不管是哪一种疑虑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, 为了确认身份,将站长试探性地提出一些问题, 例如名字或家庭住址之类的, 而这名男子只是呆呆地望着他,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复,见此情形。 众人只能暂时作罢,当务之急就是处理好男子的伤势, 经过医生细致的诊断后,确定男子的双脚已经彻底坏死, 为了保住他的性命,他们决定进行截肢手术, 然而就在手术前,躺在病床上的流浪汉突然开口说话了, 不要,不要锯掉我的脚。 流浪汉开始奋起挣扎,显然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 众人合力将他按在床上,将袖沉浮在床边耐心地解释着, 他内心十分清楚,这个选择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痛苦的, 安慰了十多分钟后,男人终于放弃了挣扎。 空洞的眼神中透露出些许的无奈, 男子称自己名叫黄东美,来自四川,至于为什么会流浪至沈阳,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,在随后的问话中,他总是支支吾吾地回答着, 甚至有时是前言不搭后语,思维跳跃性极强, 当将站长反复确认信息时,他又说出了其他两个名字, 黄东雷、黄东林,很明显, 这个男人一直在隐瞒着自己的身份,无奈,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决定暂时以黄东林这个名字称呼他, 因为这个名字曾是他答复次数最多的, 而此时的黄东林仍在苦苦哀求。 他表示自己不需要接受救治, 更不需要截肢, 可是他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, 如果不截肢的话, 最终会危及到他的生命安全, 为了黄东林的安全着想, 江秀晨签下特殊手术审批条, 医生们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,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术, 男子永远失去了双脚, 但他却保住了性命, 而他的身份之谜成了头等大士, 身上穿着的那件裘服让众人十分怀疑, 可是无论怎样询问, 他们依旧没有得到结果, 当将站长再次问起裘服的来源时, 黄东林总是支支吾吾地说是自己捡到的, 却始终说不出是在哪里捡的, 江秀晨头一次遇到这种棘手的问题, 按照以往的经验, 如果黄东林曾是服刑人员, 那么当他刑满释放后, 他的囚服会被要求上交, 除此之外, 看守所对囚服的回收也是十分严格, 他们通常会对使用过的衣服进行统一销毁处理, 现在他们急需确定, 黄东林身上穿着的这件囚服到底是来自何方, 为此, 江秀晨来到了当地的看守所, 经过双方互相沟通后, 确定黄东林穿着的囚服属于内衣室, 但是这件衣服并不是看守所统一发的, 而是犯人从家里带进来后, 由看守所印制字养, 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之前销毁时, 出现了概率极小的遗漏, 当江秀晨驱车回去的路上, 他接到了一通电话,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, 他招了, 我交代, 我之前犯过罪, 黄东林的表情变得十分痛苦, 他嘴里一直重复着这句话, 似乎以前的回忆让他陷入了卑斯, 为了确认他的身份背景, 警方发出全国协查通知, 然而根据黄东林这个名字, 并未查到相关在逃人员, 那么这个名字很有可能是男子说出的假名, 事情再次回到了原点,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, 只能通过反复确认的方法, 从男子口中套出有用的信息, 可是他口中说出的话始终不一, 一会称自己住在大风乡, 一会说是在永川乡, 一连说出四五个地名, 就连他本人都无法确定自己到底住在哪, 不过细心的江秀晨发现, 黄东林说的这些乡镇都集中在四川省达县, 那么很有可能他就住在这个县城附近,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, 江秀晨拨通了当地民政局的电话, 经过几轮信息的对比, 他们确认达县并没有名叫黄东林的人, 三番五次查找魏国, 众人难免有些泄气, 可江秀晨反而越来越起劲, 他将寻找方向进行了调整, 决定借助媒体的力量寻找黄东林的家人, 消息一经登出, 众多寻亲电话纷纷打来, 经过详细确认对比后, 江秀晨将目光锁定到一位阳性求助者, 与此同时, 四川省彭山县马林村的一户民房外, 已经占满了村民, 他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, 纷纷议论着, 当看见志愿者到访时, 一位年迈的老人走上前去, 他十分肯定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黄东林, 就是自己的二儿子杨德强, 经过简单的问询, 志愿者了解到老人名叫杨忠丹, 家里有三个儿子, 十三年前, 二儿子杨德强因为妻子瞒着自己, 擅自打掉了腹中的孩子, 一怒之下选择离家出走, 这些年里一直都是了无音讯, 由于杨德强从小就患有间歇性精神病, 所以他们一直都很担心孩子的安危, 由于两弟间隔较远, 再加上杨德强行动不变, 为了确保这次能够万无一失, 他们决定先让双方进行视频通话, 随着画面传输过来, 杨德强跃然出现在屏幕之中, 年迈的母亲瞬间老泪纵横, 他看着已经失散了十三年的儿子, 内心感慨万千, 娃娃, 我是你的妈妈, 你还认得我吗? 分离多年, 曾经他们以为二儿子早已不幸离世, 而如今那个熟悉的模样再次出现在父母的面前时, 他们再也无法抑制住心中的思念之情, 老两口在镜头面前不断地哭诉着, 他们希望能够早日让儿子回家, 可是杨德强却在另一边表现得十分麻木, 他看着视频中这对年迈的夫妻毫无感觉, 只是喃喃地重复着自己名叫黄东霖,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诧异, 难道是认错了? 此时, 焦急的杨忠干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, 突然从座椅上跳了起来, 娃娃身上有胎戒, 嘴上有个肉质, 腰上也有个明显的黑质, 这条消息让众人燃起了新的希望, 经过工作人员的仔细确认, 他们证实了这名男子就是杨德强, 就在此时, 杨德强的表情也出现了变化, 上一秒, 他还是一脸茫然, 然而下一秒, 他突然泪流满面, 这显然是认出了自己的父母, 激动知情难言语表, 千万句感恩汇成了一句话, 妈妈我想回家, 说完他便像孩子一般嚎啕大哭, 时隔十三年, 他们终于再次见面,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表示, 等杨德强的伤势稳定后, 将会亲自送他回去和家人重逢, 一切迷雾终于要烟消云散, 警方也证实杨德强并没有犯罪记录, 至于那件囚服的出处, 似乎真的是小概率事件的发生, 不管怎么说, 最终杨德强将会在江战长的帮助下, 回到自己的家乡, 他终于结束了在外流浪的生活, 可就在临行前, 杨家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, 父亲杨忠干和大儿子突然反悔, 表示不愿意让杨德强回家, 这又是为何现在让他回来无异于害了他, 杨忠干的话让所有人陷入了沉思, 原来杨家除了杨忠干, 其他的家庭成员都患有精神病, 因此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, 如果杨德强回家的话, 那么生活上一定会更加困难, 所以不如让他住在救助站里, 总比回家饿肚子强, 话虽如此, 可是母亲却极力反对, 当年二儿子失踪后他整日以泪洗面, 如今过去了十多年, 自己心心念念的孩子马上就能团聚, 无论生活会变得多么困难, 他都愿意承担几天之后, 原本平静的马林村变得十分热闹, 街道上杨德强在众人的簇拥中和父母相见, 此刻千言万语都化作眼泪清泻而出, 或是激动之情难言语表, 老两口抱着坐在轮椅上的儿子久久不肯松手,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, 少请杨忠干穿过层层人群找到了江秀臣, 他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这位大善人的帮助, 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无法和孩子相认, 年近八旬的他拉着江战长的双手, 感谢之余并向他示意跪离, 江秀臣健壮急忙将老人扶起, 他表示自己只是尽到了工作职责。 分内知识不值得一提, 老两口一一谢过这些帮助过儿子的人, 朴素的人往往说不出那些感恩的话语, 可是他们会用行动证明自己缠缠报恩之情, 虽然家中贫苦, 可老两口依然坚持留下众人吃口热饭, 盛情邀请难以拒绝。 大家纷纷落座, 就在这时, 人群中多了一个身影, 只见他正往杨德强的房间快步走去, 你还认得我吗? 那年你走之后, 我就改嫁了, 今天过来就是想看看你。 此人正是杨德强的前妻, 面对前妻突然造访, 杨德强有些茫然, 他极力否认自己认识这个女人, 不知是忘记了还是不愿相认, 再三追问无果, 女人起身而去, 这时杨德强却哭了, 伤心的往事渐渐浮上心头, 如果不是将战长的多番调查, 杨德强最终的命运可能就是孤独重冒, 也正是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, 将会传递给每一个受到过帮助的人, 当这些点连接在一起时, 将会是一个更好的明天, 点个订阅不迷路, 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